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贵英红 刘昊 欢迎邀小斐和宋小宝 浪浪很大 来 请来到我们身边 小斐自从那个《你好 李欢迎》上映之后 那可是头一回上综艺节目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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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厉害了 厉害了 厉害要跟所有观众朋友们通报一个好消息 有小斐和英红姐主演的电影《拯救嫌疑人》正在热映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是一个犯罪悬疑类的戏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演这样一个类型片 大麦 今天这样子大家人已经聚齐了 然后呢 马上正式进入今天的航海旅程了 出海 来 拳倒了 这是 拳倒了 吓死我了 什么是宝贝 它没有宝贝 怎么是博物馆呢 各位很遗憾 我们的航海之旅还没能真正开启 此刻 你们只是置身于一个航海主题的海外博物馆中 其实你们的真正身份 都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天哪 因为近百年来流落海外 你们已经遗失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找到回家的路 就能找回自己的名字 所以 为了带你们回家 我们特意派了最近 刚从瑞士回到家乡的明代 四周摇酒器沈涛 带领四驾号船队前来迎接 你们要通过几轮考验 让船得以顺利启航 加油 我们是文物 乐乐曼天我们是个文物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让文物回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和任务 就是要把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带回家 我们现在都已经化身为文物 我们现在都已经化身为文物 能不能猜猜你们自己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文物 我拿着这个跟我 跟我有关于吗 是一个玉器之类的 玉器我 我确实 要不是你是什么胡之类的 胡 咱们不说过都知道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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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宝材 我感觉 我看这个很像是一个壁画之类的 哇 这么厉害 壁画 它是什么玉 是不是 他就是玉 那你是 老玉 千年老玉 也有小玉 小童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文物你觉得 我这个 它这个异域风景 西域那边 对 是不是个叶明珠的感觉呢 叶明珠 不是 可能是一张囊 第一张囊 囊啊 全世界第一张囊 老囊 现在这囊已经实化了 已经实化了 小宋也有点异域风景 烤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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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一根串 看看涛姐这 涛姐这事 你这个造型我怎么觉得那么眼熟呢 对 我这个是我的一个角色 狼牙绑中的造型 霓皇郡主的造型 霓皇郡主的造型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 她应该是一幅古画 谢谢 那为什么我是一幅画 她就是 这还用说吗 因为她跟我是一个造型 你俩可能是 古时候的一对狼牙 狼牙呀 狼牙 那你就是那根棒 我确实 这个棒应该是个形容词 宝哥这身是 碳 碳 碳 中国古代的低眉矿 第一个罐碳 你说这碳有点可能 有可能是墨 墨 你像墨 有点像墨 霍大夫 杨黎这身 我这个不看脸 不看脸 像个就是动物 修 修修 我有点像那些 古人精怪那种东西 那种茶宠 那种古人喝茶的时候 对 上面一直要 往我嘴里塞那个钱币的那张 对 还得变色 一焦还得变颜色那种 唐妍姐一看青花池嘛 青花池 对 青花池 殷红姐猜一下自己是什么文物 你看我 走起来 多飘 会不会丝绸那种 有可能 有可能吧 我这个看颜色的话 应该是景泰兰 有没有可能 然后这上面还有鹤 所以我在想 我可能也是宫廷出来的 瓷器 瓷器 好了 今天各位的任务 就是要通过三轮的考验 找到自己的文物身份证明 这份证明呢 就是你们今天回家的船票了 说到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 离不开海内外有人的协助 所以今天第一关考验 就是要考验各位 海外有人沟通的能力 马上进入第一关 国宝传声筒 好 接下来呢 开始本轮游戏 首先有请两位主任嘉宾 上场 掌声欢迎他们 跟大家讲 这两位啊 现在也是迷 他们会在互动的环节当中 加入到你们当中来 一个是一个浮沉 这应该是个陶罐 两队各选一个吧 我们选浮沉 浮沉 好 轻的被他们选走了 一会儿我们会揭秘啊 这两件文物分别代表谁 接下来呢 我们正式开始游戏 国宝传声筒 王太军王太 欢迎来到《传声筒》 《传声筒》 《传声筒》的第一题呢 很经典 英文题 第一个嘉宾拿到的这台词 是英文版 然后往后传递 最后那个要说出 这是哪部作品 或者角色 这也太难了吧 来 第一组 二号位和四号位 我们请上 两位外国友人 欢迎他们 大家好 我叫小鱼 我是港国人 我叫Ku 我喜欢韩文斯坦 欢迎你 那个两个外国友人 都是精通英语吧 下一个再精通英语 经过你也没关系了 精不精通英语 你看看第一半 我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赌注压在第一半 我准备从第二半开始 第一半 棒 来 我们把第一轮的台词拿上来 来播放评段 他可以前面可以看 对 我不喝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喝 我就要钱 我想喝 你说我咖啡 来 传递开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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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drink I don't eat OK I don't eat OK I don't eat I just want money 好了好了 I want t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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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没完事呢 我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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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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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我喝了咖啡 手膜不会说 喝咖啡 你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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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Are you I want to eat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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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drink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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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Drink Drink OK I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t drink sleep sleep 一去坐 你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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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eat I don't 我喝了 水 水 水 我没有水 你没有吃 你没有水 对 我没有 我没有 睡 睡 睡 OK OK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人家说 我没有水 我没有水 hello 嗨 我没有吃 我没有睡 我没有睡 我没有 水 我没有喝 我不吃 我不喝 我没有睡 我不睡 我没有睡 我没有睡 没了 没了 我没有吃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饿了 我也饿了 好了 小偷你要说出的是 这是哪部作品里哪个角色 我不吃 我不喝 我不睡 我不睡 这个情绪是 对 谁 什么角色 我不喝 这个光说肯定是不行的 基本是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角色 我不吃 我不喝 我不睡 我不睡 不应该还有一句是不是 我不吃我不睡 我就想要钱 我就想要钱 苏大强 苏大强 是吗 你怎么可能猜到啊 这个很经典 我不吃我不睡 你就说这中间这英文怎么样吧 中间这几个人的英文 就是完全把精髓讲出来 水 再加上我们细致入微的表演 我不睡 水 好 看到实力了 到你们了 来请上这一轮的两位外国友人 你好 来为杨迪播放视频切断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新人圣旧人 叫人家牛夫人 牛夫人 牛夫人 Manda 差不多可以啊 来传递开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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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lady I'm lady You lady Yes I'm lady Lady Yes When we watched the movie in the past You called me swee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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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Now you get a new number Never You called me madame bone Madame bone Madame bone Yes Yesterday you called me sweetie Now you called me madame bone Yesterday sweetie Now madame bone Yes Okay You know Okay 绝对ok Hello Hi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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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Sweetie 今天我的名字是 今天我的名字是 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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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Sweetie 好,Sweetie 你可以回国了,谢谢 今天我的名字是Sweetie 今天我的名字是Sweetie 是的,Sweetie 今天 他们叫我 莫尼 莫尼 OK,OK,好了 她还挺自信的 嗨 我的名字是Sweetie Sweetie Sweetie 为什么有我的名字 今天他们叫我莫尼 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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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OK 今天 今天 就叫你 甜心 今天 就叫你 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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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尼姐,这个我觉得猜出来的概率几乎为零 来,您试试 您试试 昨天呢 昨天呢,就叫我甜心 今天就叫我莫尼 昨天 昨天叫甜心 今天管我叫毛驴 别在那乱翻译 你这还是英语 给我一点,一个名字 进入角色 你昨天叫我小甜甜 你昨天叫我小甜甜 今天叫我小毛驴 今天叫我小毛驴 没有这个 你昨天叫我小甜甜 大话西游 对,就是那段 牛 天神公主那个 哎呦喂 来 换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的主题传声筒 规则发生变化了 要根据题板给出的内容 做出符合题目的动作 然后第二位开始 你要加动作 然后向后传递 最后一位要根据前面看到的所有动作 来推测出题目是什么 妈呀,好难 首先就是我们的家族队了 这轮呢,家族队可以召唤你们的助任嘉宾 也就是浮沉 我们来看看浮沉 到底是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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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僧麗容 谢谢,谢谢大家 我是本山传媒演员,张晓鸥 去到门传奇高僧麗容的扮演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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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海在吗 这轮你要帮助我们的加速队 来完成挑战 好的 来 请菲菲出题 不好演 来 挑战开始 俩字 敲门 敲门 嗨 你好 这看不见的 是啊 进来以后什么 走吧 应聘 差不多 考试 表演 嗯 有一点像哦 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出来了 叱咱们 听川主 实际上我要真正的 又是真的 我们要认识了 这不就是 也有 有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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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吧 大概 你得加自己 你加了吗 你就赵班的小丛子 大概 两字 两个什么字 两个什么字 我直接给你看 这是一个人两个人 两个人 还要加东西 唐爷姐 我加了 你加的啥比我还少的 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你好一个偷工减料 他加的是内心的浅台词 你这个呢 这个扇巴上呢 对啊 就是我觉得 可以正能量一点吗 我们以赢为准呢 两个字 敲门 不提醒老师把耳机先摘下来 老师耳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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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 柯姐 你这也是 我担心的 还有准备 谢谢 让我然后 那我来 对了 这感觉是 怎么才回来 我喝多了 不小心回来晚了 别气了 哭了 这都太美了 人工呼吸 这是两个字吗 两个字 演了一出九十分钟的大戏 演太满了你们 尽力了 探青 一点都不沾边是吗 他加的有点太多了 太难了 对于你们现在理解太难了 小偷 望那个猫眼 能想到是小偷 而且他是这样进去的 是这样进去的 不是 不是偷东西 就是 是一种礼貌 对 就是有点小心翼翼的 你可能没有这个经历 对 如果这么说 你们前面四半 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 花花可能还真没有 但小英姐应该有 花花从来没吃那锅吗 有可能 诗哥你演一遍 这啥 卖弄 你这结合着看呢 不能光看我一个人在这卖弄 你得看着我俩呀 你得结合呀 不是你看我的手 我的手在干啥呀 摄影 对呀 那他在干嘛呢 表演 老师 学生 接近了 教学 我们回去了 我们放弃了 我们放弃了 我们输了 我们输了 我跟花花和小英姐公布单 包括腾哥 俩字 试镜 试镜 腾哥试镜怎么演 你演一个 你演一个我看 试镜啊 他咋这么的 你又是谐言梗 打我一顿 试镜 试镜 你还让不上演 我觉得其实应该演导演 演一个特别概念化的 一个摆谱的 喝茶的那种 导演 我觉得可能就好演了 来一个哥来一个 不 我思路是这个思路 这就是导演思路 只想不演 只想不演 好 接下来请嘉宾队 嘉宾队也有一位 这个助阵的嘉宾 就是那个彩头罐 看一下是谁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中国香港演员 红俊佳 这一次也是跟 英雄红姐 还有小菲师姐 一起参演 我们的犯罪悬疑题材电影 《拯救嫌疑人》 欢迎 欢迎 接下来那条题 就考验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了 你要加入我们的嘉宾队当中 好 来 请沸沸拿上本轮题目 也不好演 因为是一个人 来 传递开始 这么快 两个字 来 请沸沸 新高采烈来 然后不见了 分手 你要加动作啊 涛姐 两个字 两个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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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看到我恶心吗 这是 是恶心吗 你相信 你看到我就 然后就 放向远方 就宁可不看我也看向远方 这个还有个这个 摆碎了是吗 几个字 两字 要加动作啊 加上自己的理解之后的动作啊 加上自己的理解 好好 哇 好活泼 几个字啊 开始了 玩意儿 玩意儿啥玩意儿 哇 哼 哼 这啥还挺有舞台感 你给谁看的呀 我都往前 往前眼 这是我的动作啊 这是我家的动作 你家的动作 就这 这前面这一出是啥呀 笋笋 这 这啥 心碎了吗 这 这宝哥加的动作 我觉得所有动作都他自己加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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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跳就像他自己加的 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 你们俩猜一下两个字嘛 两个字 心碎了嘛 对吧 心碎了 哭了 跑出去了 本来两个人挺好的 你觉得呢 失恋 不是 刚才你们说什么 失恋 有点像失恋 回答正确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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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挑战成功了 特别累 给自己准备了 那个没法宝 补充一下体力 好 接下来最后一题 混合抢的 来 菲菲请出题 是你的梦想 是我的梦想 来 传递开始 三个字 啥玩意啊 就是螃蟹 好 彩票 彩票 买彩票 给我们留点空间行吗 三个字 三个字啊 我只能演前面了 电视 看电视 还有过去 Iggy 什么 什么 我知道了 猜出来我 好 好 来吧 三个字啊 诶 重点看我的反应啊 快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快 又快 看着了 好 重要看我的反应啊 几个字啊 三个字啊 中彩票 中 我刚想说中奖 太厉害了 厉害 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我这一棒很关键 知道吗 宝哥 宝哥 友情提示一下 通过你精湛的演技 对面拿一分 不爱 对啊 可不 我想到了 我嘴慢 对啊 我现在等于是帮他们的嘛 这一轮唐塔拿了一分 最终的结果是大拼 其实说到文物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每次进到博物馆呢 可能都会产生一种幻想 就是幻想着如果这些文物活过来 会怎样 那今天有两位就要帮我们来实现这个幻想了 有请王牌家族的小彤和小宋 为我们合作带来一个创意秀神奇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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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逃回 我们俩穿着不下 听着翻语 还剩着 是幻知奇怪的语言 接着我快快就谢谢你那年 有请你那名织 到处理 时光换换换 分个的画面 浪沌转转转 有一样的情� Og nhất 从我的爱 从无短會标 相对度 你会 你回到过去 你会转转转 我经历了更新 哦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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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 缓缓 你会转转转 有你样的信念 我的爱 从来 你回来 时空 缓缓缓 你回到过去 你会转转转 我经历了更新 哦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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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 缓缓缓 你会转转转 啊 你 时空 缓缓缓 你回到过去 又会转转转 又回到了绝里 好深情 谢谢小彤和小宋的精彩演绎 刚刚我们跟博物馆里的外国友人啊 进行了很好的交流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 南派文物修复师 全国产业导师 资源库技能大师 民族技艺行职伟 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专家 刘昼老师 欢迎 哦 哦 哦 这么年轻有为啊 刘昼老师跟您的团队 二十年修复了近五千件文物 哇 修完之后据说得用X光才能照出来它是修过的状态 对 哦 我们之前修过一幅古画 画 对 这是一幅画呀 对 它很碎 大概碎片有个一千多片的碎片 非常的糟糕了 那像这个古画该怎么修复呢 我们会用烧开的热水去清洗这个古画 开水洗画 对 那不越洗越烂吗 不会 我们其实是要求热水烧开之后凉一下 然后把整个画泡在水里面 用水去吸食这个酸碱度 那颜色不会跑掉吗 不会不会 前期会有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古胶 一些胶质 先给颜料加固 然后再用开水来洗 防水 这是还是在修复过程中对吧 对 这是第二个步骤了 就是我们把这张老画背后的这个纸张揭掉之后 然后在含水的情况上面 用毛笔一点点的把碎片推到它对应的位置 我们也听说刘老师曾经助力过一件文物回国 是一件什么样的文物 我们当年复制过一个青铜器的一部分 一个盖子 这是一件青铜雷 我知道 对对对 就这个 这个因为它的盖和它的这个铜针是分离的 盖子一直在咱们国内 是吧 对 它身体在一百多年前就流失海外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气身和气手合法为一 来证明这个东西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但是文物本身就我们国内留的这个盖子是不太方便出国的 而且手续非常麻烦 时间很紧 所以当时就我们拿到了原物的盖子 然后做了一件复制品 拿了复制品去了国外的现场 确认了这件文物的真实身份 那同时达成了后面的这个谈判 最后这个国宝顺利地回国了 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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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每一位帮助国宝回国的人致敬 要付出太多太多的努力了 刚刚刘老师也说了 文物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儿 需要团队之间默契合作才可以完成 所以这一轮刘老师给大家的考验 就和团队默契有关 让我们前往博物馆的中秋展区 进入下一环节 不约而同 王派对王派 两队轮流派一位主答题嘉宾坐在舞台的中央 根据我给出的问题写下自己的答案 剩下的人就判断她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如果说是一致的或者大体相同的就能拿分 如果不一样就接受惩罚 第一个上来答题的是涛姐 来 表战你了啊 你就写 所有人听题啊 问题是涛姐如果不做演员 她内心会特别想从事的三种职业 三种职业 这有点难 来吧讨论一下 我真觉得她是教师 我们可不可以写成教别人 行该多一点啊 这样比较好 包得多 写书 这家呀 或者一个内容创作者怎么样 写内容创作者我觉得好 因为这个大 对 写个设计师 哪怕她是说开密室也能说设计密室 好 行该幸福快饭一点段 她喝酒吗 喝 那就品酒师 到底你那么能爱喝 舞蹈吧 她应该以前学过舞蹈 但她会不会就不写 与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 那也有可能 都可能跟这个职业没关 对 宇航员 八成 八成要上了月球 你知道吗 饲养月 饲养谁 那不是竹是什么 老师 老 老 老师挺好的 慈善甲 医生 干嘛不行吗 靠谱 靠谱 好 请入座 提示一下得分应该怎么来分配 因为涛姐是嘉宾队的 如果嘉宾队给出的答案 正确或者大体接近 每个选项得一分 如果是对方更接近 她可以拿两分 所以答对对方的更赚 来请王牌队亮出答案 厨师 老师 医生 帝爷呢什么呢 慈善甲 只能留三个 慈善甲跟那个老师是一起的 有点牵强吧 边说慈善甲边当老师 对 对 我们这个是乡村教师 是支教的 对 医生也是 支教的医生 厨师也是支教的厨师 我感觉王牌家族比以前嘴更硬了 对啊 铜墙铁壁 问一下 为什么是厨师 觉得她热爱生活吗 一般热爱生活的人都喜欢烹饪吗 那老师是为什么 因为她那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胡说 而且有爱心有耐心 有耐心 有耐心 喜欢跟别人说教 聊聊不对 也不对了 就在下半了 她喜欢教育别人 教别人 最后一个是医生 那个是来不及了想别的了 不是 还是因为善心 爱心 总之 总之是个大慈善甲 对 反正就是一通夸 给她架在那儿了 来 接下来看一下 嘉宾队给出的三个答案 免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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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姐 那免费好像刚加的吧 好 内容创作者是 内容创作者 我知道她爱写东西 作家呗 作家 不是 你错了 所有的内容创作者 所有 所有的内容都算 对 那你连配菜切堆的也算 内容创作者 对 也是 也是 对 她这个好宽泛 太宽泛了 提炼一下 一会儿提炼 一会儿根据 根据 第三个设计师 设计师 设计师 那我们就请涛姐 按照你内心真正期待自己 可以去做的一二三的排名 最想做的职业是 每一天呢 乐扫 天哪 没想到 犊RRR 独走 好 牛 a 不是 纠维这事 我马上让我自己生一个 那上哪去找这么好的月嫂 因为我一看见别人家孩子 就喜欢棒 我们内容创作者 月嫂 内容创作者是父母 是孩子的父母 那就要内容创作者 你这个创作和设计都不对了 我们那稍微靠点补帮 厨师 厨师往哪儿靠 厨师往哪儿靠 我们三合一加起来是不是月嫂 什么 又是孩子的厨师 又是孩子的老师 又是孩子的医生 不是 你们这里缺少一个词 小宝 别说了 你回月球吧 这里太危险了 实话说 你最后的解释我是接受的 你看 那得一分 为什么 陶姐 陶姐 我们是 不是 但是我接受你的逻辑 但其实不成立 因为你不是我的队友 这样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等于你们只给了一个答案 慢慢抱抱抱抱抱抱 第二个选择 剩下还有两次机会 你们用哪个 用两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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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我腰疼 那你还当月嫂的 你是需要个月嫂 我去你们家当不了 我笑死了 你腰疼 你都需要个月嫂的 你们家我也当不了 我笑得不喜欢 那这个就是都没拿分 陶姐 第二想做的职业是 老师 老师 很简单 你们对我一点都不了解 健身教练 我天天都健身 露铁 老师 这是老师 对 什么 健身老师 这就是健身老师 等会 如果按照逻辑 健身教练是不是还要负责运动员的饮食 对 你错 还要负责他的一些伤病 对 对 对 又中了 健身老师 这是 这得给了 我们就是嘴没那么硬 要不然我们也可以扯上 不是 我们这个也合乎逻辑 你看设计师 是健身动作设计师 健身动作设计师 对不对 好 这道题也算你们对 不能算 咱们两分 咱们两分 算你们对 算你们对 你们也对 我们也对 那咱就都算对了 来 几位 几位 对不对 这不是你们内部讨论的一个结果 到底两队有没有答对的 就看喷不喷气 请判定 都不拿分 都不拿分 但是挺凉的 那好 那经过我们这个刚才临时的决议 决定 第一道题 我们还是要第一道题 我们要第一道题 还是把三合一算一个答案 后面来我们不要了 真赖啊 我们要第一道 想多了 来不及了 涛姐 第三想从事的职业是 果蔬种植者 我 不好猜 你全是体力活 我们这全军写的是脑力活 对啊 我们都给他写的脑力活 他全是体力活 对 自己啊 你是真待不住 直到他啥时候变成一个体育棒子了 不行 不行 我肾都疼了 涛姐这三道答案 没有人拿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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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涛姐请回座 接下来上来答题的小宋 来 问题是 小宋最喜欢听到别人夸她的三个优点 小宋啊 戴耳机 你不能听到大家的讨论 是 夸她什么 她应该是唱歌好听吧 她唱歌 是不是唱跳俱佳 唱跳俱佳嘛 跳舞好 唱歌好 演戏好 演戏好 演戏好啊 那如果就说专业好呢 是不是全覆盖了 把这都改成专业好 然后再试点别的 对 就写个夸外貌吧 反正外貌就头发 脸啊什么都在里面了 对 确定了 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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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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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包括有礼貌啊 又有学问啊 内涵创作者怎么样 又来一次 有内涵 有内涵 孝顺有内涵 她喜不希望听一个 哎呦 这孩子真好 写个人品 把这俩一会儿擦了啊 拿那砖 也不擦干净 不擦干净 不擦干净 我们说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整个二和三写这儿呢 那是备注的 对对对 我们这是连笔连多了 这个是化妆 这是化妆 连笔连多了 这就是重点提示一下 真是 好赖啊 你赖注着 赖注着 作答时间到 好 这一轮从嘉宾队开始亮提板 你觉得小宋最喜欢 大家夸她的三个点是什么呢 一个是唱跳演俱佳 就唱又唱得好 跳又跳得好 演又演得好 我们就这么夸她 唱跳演俱佳这个事儿啊 太笼统 比谁细致 对 比谁精准 主要是她都具备了 知道吧 她写 那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想夸的 那就是一大部分 哎呀 也许 也许还有很多 她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 全在里边了 你好 你再捧一下 你信不信 她一会儿从高处跳起来 然后还有对吧 外貌一切 还有呢就是孝顺有内涵 孝顺和有内涵 孝顺和有内涵 哎 孝顺和有内涵 你看你就没被老人夸过 老人夸过 又这孩子孝顺又还有内涵 那都这样 谁家老人啊 小宋你的粉丝年龄群体 大概是在六十几啊 老人居多是吧 老人居多呀 我自己都八十了嘛 我来看 哎呀 你真孝顺有内涵 你做不做得到 我们写的这三条 来唱看王牌队的三个 跳舞好 专业好 专业指的是 专业包括了唱跳一点 甚至包括了孝顺和内涵 你孝顺的真专业 然后人品好 包括了孝顺有内涵 孝顺有内涵 等等等等 好词都在这里面 太困犯了吧 你们那个更全面呢 那接下来公布一下答案了 你先说一个 最爱听到人家夸你 顶顶的那个 精神充沛 精神 精神充沛 这应该是专业好 对 专业 就是跳舞 你走那么累 还精神充沛 我赞成家族队的说法 不可能 不需要你赞成 第二个 爱听到大家夸你的内容是 腿长 什么 腿长 腿长 外表 这个怎么 夸外貌 夸外貌 腿长跳舞好 跳舞好 腿长跳舞好 就因为腿长 所以跳舞才好 没有 腿长也有走路走不好的 不是不代表腿长就跳舞好 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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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听我说 一般夸人家孩子呀 如果这孩子长得好 一般都夸 这孩子长得真好 你家孩子 还长得没那么好 白 就这已经是 第二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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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夸他家孩子腿长 那可就连白都不占了 没啥夸的了 就已经从上面转移到下面了 没错 那我还 作为咱老战友 还必须得夸一下你家孩子 师哥呀 你家孩子 退场 退场 这绝对不是夸外貌 你说这话我佩服你 没劲儿夸 我佩服你 没劲儿夸 真的 真的有内涵 有内涵 来 321请判定 我们这也不算啊 我们拿粉了 我们没喷 那是没喷你 好 那是没喷你 你躲过去了 是 目前还是没人 从小松这儿拿分啊 不可能从我手术拿走一分的 第三档是什么 左耳进右耳出 这是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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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是孝顺的 这是孝顺的话也是我们的分 你们没有孝顺眼 人别 人别好 人别好 这孩子不记仇 对 左耳进右耳 左耳进右耳出 这什么人品啊 什么人品啊 不记仇啊 胸跟广阔嘛 都是内涵嘛 对 就比如说你妈妈跟你说话 你就知道了 我左耳进右耳出了 就很孝顺 那是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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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孝顺 咱不能这样啊 自己往村里待 左耳进而出 就是想要自己的心大一点 当发生的不开心的事 明天就忘了 第三个喷过了没有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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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喷呢 就像小松说的 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上拿走一分 包括队友 这轮单独给小松扣一分啊 下一个来的是小斐 小斐要写下的是 他择偶的三大标准 三大标准 幽默 幽默 是不是聊得来 幽默 幽默肯定有 对 他这种喜欢开玩笑幽默的人 他一定不能忍受另一半是无聊的 那不一定吗 不是 因为自己很幽默了 应该是能 聊得来 走戏 灵魂伴侣 对 灵魂伴侣 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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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玩可以 什么都能陪玩 有责任感的陪玩 有责任感陪玩 还必须得有 输不行 然后一定要有学问 有学问 呆子吧 咱们就写个呆子 呆子也是一种人品好的表现 对啊 闷闷的不怎么合画 因为他画得很密 作答时间到 这个从王牌组开始 有责任感 陪玩 就是他想玩什么都陪他玩 爱玩游戏 陪伴啊 陪伴的 第三个是 孝顺的呆子 很孝顺 这个呆子是画引号的 就是一个 画不太多 有点沉稳的人 憨憨的 大吃过鱼 能聆听他说话的那种 对 来 看一下队友给的三大标准 灵魂伴侣 一定要有那个灵魂的交流的 对 然后呢必须要有学问 一定要有责任心 校团 校团 你看 你们一个还有又暴露了吧 你就样样我吧 行吗 感谢你 无头 无头 让嘉宾们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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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头 无头 别让我失望 小斐依次说出最重要的三大标准 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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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了 然后他们说幽默的人不需要另外一个幽默的人了 说幽默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医美吗 你看看 第二条做过医美的 我都挺简单的 第二条干净的 干净 咱们这个 干净不 掰都掰不进来 咱们我看是什么 孝顺的呆子 呆子 呆子 一片空白很干净 呆子是空白 我们这个呆子是干净的 是干净的 他的心是干净的 他脑袋里面干净 不要拿出来什么什么 脑袋空中 太干净了 太干净了 有学问 有责任心 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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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责任心都可以啊 这个我不免说一下 看电影玩 在电源玩 有可能能够够得上 你看 这三个都可以啊 这三个 可以陪看拯救嫌疑人 可以 这个陪玩和爱看电影 因为 看电影可能是小斐最爱玩的一件事情 休闲 对啊 所以这个王牌队 绝对是 拿两分 耶 行 我们认了 陪玩可以 下一个来的是花花 花花要回答的问题是 她在午夜失眠的时候 会做的三件事 喝酒 听音乐 听歌 喝酒听歌 写歌 喝着创作也别是酒 喝点创作 包含好多 喝酒创作 然后呢 玩猫 玩猫吗 玩猫不知道啊 猫都睡了吧 那别 她有猫在这儿玩吗 鼠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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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她哪是鼠羊的那种刷盘子 刷盘子 那你还不如说创作 写歌听歌唱歌 咱们一举拿下 最初就这三二了 对 不写那么多了 好了 要不要加一个孝顺 睡不着起来孝顺一下 有内涵 唱歌有点扰名了 我们本来是吃东西 对 吃喝 六 不用喝了 我 喝酒 一 好 从嘉宾队先量答案 花花半夜失眠的话 她会做哪三件事呢 写歌听歌吃喝 吃喝 吃喝 我们是什么洗袜子 还有什么 什么 亮出来 你在我们心里边 跟嘉宾队也没什么区别 一样 寂寞一样 也就是说要拿分都能拿 只是分多分少 不 如果是喝酒 我们就占得多 我们就更接近答案 对吧 就干喝 她如果多一个吃宵夜的话 我们就算 我们有吃 来 半夜失眠 最先干的事 我第一个是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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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剧本 哎呀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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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唱 我先不过去了 跑不动了有点 第二个是 那个 痘猫 哎呀 排解 哎呀 哎呀 听你的好了 我以为小彤会写的 就没那么笃定 还是被哥哥们 你看就他们太有所见了 一点都不听我的建议 好 该到吃喝了吧 杨迪既然这么说 第三点是 第三个是打游戏 咱就没有一点音乐上的事 是吗 这个我要批评一下家族了 横哥小童 你们就没有在半夜里 拉到一起玩过 还真 就是 没有 他们跟我玩的不是一款 不是一款游戏 对 我们早知道直接写个玩 把它想得太美好了 花花的三题 王牌队拿一分 好 厉害 最后一位 英虎姐 我不来了 反正都输了 没事 在你这我们能赢 好不好 是可以赢的 目前场上比分 三比零 我们如果三道都对的话 对 是有机会的 英虎姐要写的答案是 她最想挑战的三种角色类型 喜剧角色呢 我觉得可以写个喜剧 她演过特别多的戏 对啊 各种各样的 但是喜剧应该没写过 行 先写个喜剧吧 她估计很想演那种很英气的人 冲上云霄 飞行员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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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男人 不行吧 就像叶童一样啊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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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觉得可以 来一把 挺酷挺洒的 我觉得没准想反串 反串 反串 有可能 杀手 杀手行 杀手行 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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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王牌队亮出你们的答案 第一个是啥 反串 我印象里面 英红老师都是演的酷酷的 萨萨的那种 所以她想演男性 对 第二个答案是啥 酒鬼 酒鬼 这个不是待会儿小童 要扮演的角色吗 录完节目之后 反串 酒鬼第三个厉害了 觉得英红姐想演杀手 演多了 演多了 我怎么记得好像都是那些什么警官 你别装那么了解我好吗 我跟你不熟 你跟我可以不熟 但你不能剥夺我 经常了解您的权利 我真的老看 别打开了 真的 他赢了 怎么 赢了吗 他赢了 我们这边可是有一道一个孝顺的人 你肯定想 看一下 看一下 啥来 挑战喜剧角色 喜剧角色 然后 对 因为好像没有看洪姐演过喜剧 演过很多 小时候演得过 然后据我对洪姐的了解 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跟我提过 她很想演一个就是 怎么你们也有个反串啊 怎么 不行吗 不是听见我们的 要说听见也是你们听见了 涛姐的 谁听见的 我觉得你们俩都听见我心里面说的话 那都参技了 公布一下 简直就是过分 第一个答案 酒鬼 酒鬼 厉害 谁猜的 谁猜的 谁猜的呀 小童 小童 你太厉害了我 因为我可能也想演这个角色吧 我以为会读心术呢 我太厉害了 还有反串男人 你看 以为你都跑到我心里面去了 还说我们不了解你呢 了解 了解 你太有内涵了 好了 随着英雄姐这三道题的答案给出呢 最终获胜的是 王海队 祝福你们 厉害厉害 出的一队要接受一个微薄惩罚 在我国古代画作或者雕塑当中 找一件和自己最像的 模仿表情 动作 拍照 并且呢 发微薄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二轮考验 此刻呢 大家身处中秋展区 一定会触景生情 更加私香 据说在中国古代啊 游子远行 会在家中北塘种植 宣草花 因此 私钦 私香 也成为了宣草花的花语 那接下来呢 有两位也要借宣草花 来表达一下对家乡的思念 让我们有请小斐和小宋 合作带来 宣草花大风吹 宣草花大风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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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的精彩合作 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份思乡之情迎接一位年轻的专家 我们都知道啊 很多文物上都会刻有文字 这个文字会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信息 特别是甲骨文 甲骨文呢是汉字的源头 刻有甲骨文的硅甲和瘦骨 同样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哇 甲骨文 让我们有请出甲骨文文化推广人李又夕老师 欢迎 哇 好年轻啊 这李老师也太年轻了吧 王牌对王牌的观众们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这么年轻去研究甲骨文真是 感兴趣 读了一个冷门专业 对 班上同学有多少个人啊 就我一个 啊 都没有班 整个专业 你是自己研究吗 因为我是研究生开始学的 那一届跟着我导致学的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 一对一的交 我天哪 去年我开始在新媒体平台去科普甲骨文 这个字是甲骨文里最简单 也是最复杂的字 最近不止一个人问我 猴跟猴两个字为什么这么想 为什么血字和气敏的敏字这么像呢 没想到效果还挺好的 大家都会在我的视频下讨论汉字 现在差不多有将近五十万人关注我 然后导师也会鼓励我做这件事 感觉还是挺有意义的 那给大家准备了几个甲骨文 看看你们这个有没有天赋 那我 我 我有 有 真的 猜一下啊 为什么都觉得是鱼啊 因为它长得跟热带鱼一模一样 我提示一下啊 分成两部分看 那边是一个东西 这边是一个东西 月亮 夜 夜啊 也不是 这个是咱们五官里的一个东西 眼睛嘴 眼睛嘴 对 这个是嘴 右边这个其实是 剪刀 把耳朵剪掉 这个是什么 爪 爪子的爪 对 这是我的手 听 扯 回家 回家 不是耳朵揪耳朵吗 揪耳朵回家啊 明白了啊 哦 哦 哦 曲字 左边是耳 右边是右 哦 曲 曲之有道的那个曲 对 哦 哇 就其实古代的时候经常会有狩猎 还有战争的活动 捕到猎物或者抓到战斧 就会把他的耳朵割下来 来表示战功 哦 所以 曲字就是这么来的 哦 下一个 三 三 三条 三条 这个比较简单 跟我们现在字还有点像呢 就是三 三 铁 跟小宝哥关系比较大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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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吗 小 好 对 啊 小黑啊 因为用三个小点来表示小的意思 啊 下一个 这个其实像一个妈妈补育 在奶孩子 对 补育孩子的样子 乳 哎 猜出来了果然有天赋 哦 我就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形象 母爱就是这样的像蚕蚕的流水般 永不停歇 哎 每个妈妈一定要把最好的爱都给孩子 说的对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执着和追求呢 才造就了很多优秀的品牌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就是其中之一了 对 一罐优脆有机的奶粉的生产 要提前三年进行土地进化 从牧草奶牛到煎牛乳一次性的成粉 还特别添加好吸收的小分子蛋白哦 是中国妈妈的王牌之选 信赖之选 好的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很快大家就要扬帆起行了 而回家的路途也许不是一帆风睡 需要我们同心协力 共担风雨 所以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完成今天最后一个挑战 同舟共计 王牌对王牌 好的各位很快呢我们就要扬帆起行了 这个环节是传统的谈育伞 同舟共计 还是接歌 明白了哈 好的 稳了 成了 我就放这儿 小英老师将和我们一起参与本轮游戏 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必须要告诉大家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锦囊 但是这个锦囊需要通过抢答来获得 获得锦囊的这位可以获得一个特权 叫做 纸冲奶粉不淋雨 想不想要这个特权 有 这个好啊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听听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是以下哪一种蛋白配方 A 分子蛋白配方 B 小分子蛋白配方 请抢答 小小分子 请抢答 小小分子 沙哥获得答题权 这么快 你的答案是 B 小分子蛋白配方 厉害 回答正确 真厉害 恭喜沙哥组获得一个特权 纸冲奶粉不淋水 来 我们的同舟共计正式开始 准备好了吗 好 好了 马上你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 歌名五个字 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个人会唱的第一首流行观 那这是很老的一首 有些年头但也不是很老 《潇洒走一回》 我觉得 他都会唱 静 听 歌 《潇洒走一回》 你看我厉不厉害 我连这 对啊 可不可怕 小小走一回 没到哪 没到哪 竟然能看透 红尺要滚滚 失去了今生 击散中有时 留一份清醒 留一份嘴 只在梦里 只在梦里有你追随 什么 再唱一遍 什么 只在梦里有你追随 好像错了吧 错了吧 错了吧 只在梦里有你追随 不用听他们影响 不用听影响 只在梦里有你追随 不要问我 有你追随还是 有你追随 有你追随 来 确定一下 错了 错了 确定答案是 只在梦里有你追随 别听他 有我追随 就这样 我还有锦囊 快点 肯定不会练的 准备抢伞 倾听歌 留一份清醒 留一份嘴 只剩梦里有你追随 对 对 对 都连着 连着 快连着 这怎么正确 下来 快停 快连着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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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来 滚 快點 為什麼我們這麼軟 我們也太久了吧 對不對 這腿好涼啊 是個漏的 為什麼你都濕了 這是透的 可以挺大的 還好 還好 你都臉上了 沒事 至少我壓題成功 第二首歌你們一定會唱 這首歌叫《第一天來吧》 我給你拍 我也不會 不行了 咱三 算了 好 算了 請揭歌 請揭歌 沙哥 唱 第一天的純真色彩 它總是永遠那麼燦爛 很好 後面我會永遠那麼燦爛我會 好厲害 小宋 小時候唱過 是燦爛嗎 好像不是燦爛吧 不是 璀璨 反正不是燦爛我記得 好像是永遠那麼 絢爛 絢爛好像是 不是 真是燦爛 燦爛 沒事她想用燦爛就燦爛吧 燦爛 堅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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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 我們就要創造一個奇蹟 我們今天三人一直趕著 對 來 請聽答案 回答上去 怎麼辦 沒想到嗎 滴哥 這不是一毛破誰啊 哪兒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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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憲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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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 他一人有用 一人有用 那是哪個孩啊 棠哥 你旁邊兩孩子 像是從湖裡剛撈下來 水鈴鈴那兩個孩子 全刻的一輛馬 我就是右面屁股有點 沒有想到跟我一組 男一直往後送她 没想到 我万万没想到 你是滑铁炉几期了 在这儿就很倒霉 那咋 都不是我的曲库 梧桐最近不跟我沟通 曲库呢 咋回事呢 这首肯定拿下 拿下它 不能让你小瞧我 这首歌杨迪很有信心是吧 是吗 什么歌啊 来自一支非常棒的乐队 乐队的 来 李洋乐队的 《真的爱你》 《漂亮》 是你一道梦啊 天飞风光 飘啊 天飞风光晴落 听着我 地道 把眼放黑 他最后一段 就让我所生真的该来嘛 开心了我们也情人 我一本来是无恨 请着我 请着我 曲曲山 摇底组小腿组获得了 代替拳 抢到了 抢到了 小宝贝 就让我所生真的爱你 给我来吧 我给你来吧 来 就是这个吧 对 就是这个 就让我所生真的爱你 前三个字是什么 就让我说生 就让我说生真的爱你 对啊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来 你们就这么唱啊 肯定是就让我 可以啊 可以啊 来 你们就这么唱啊 就让 就是这个吧 可以啊 你们就这么唱啊 让我所生真的爱你 好了 我得补一句 我得补 公布吧 一会儿要不他想起来了 快 公布 谁有不同意见 宝哥 我得补 好 不同意见 我 我得补 这么多不同意见 这么多不同意见 是什么 真的爱美 好像是她的事 跟着你啊 跟着你啊 是什么 真的爱你 我们那个蝶没买对 对 对 是无憾 请转我 请转我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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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礼貌 是什么 真的爱你 破闪 破闪 还行 还行 而且很帅 都在后脖子里 卸妆了 我都买 我去把弹到两米高 下一首歌 来自于王妃的歌 《红豆》 你要是红豆 可就打到我腔 歌名比红豆长很多 《匆匆纳年》 《相约1998》 还要再长一些 《相约公园1998》 公园 硬加俩字凑长点 《相约公园199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容易受伤的女人》 这回那一句 《容易受伤的女人》 《容易受伤的女人》 粤语啊 天呐 还是粤语版 那不拍了 咱们把命运交给别人吧 可以 涛姐是知道答案是吗 就是 白油当 这一刻请热闻 对 我们对了 是吧 对 我们对了 唱的啥呀刚才 涛姐这个普通话是什么 就是不要等这一刻请热闻 白油干 这一刻请热闻 不要等这一刻请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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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的都会了呢 行不行啊 快聊 别努力了 妹妹 这一声 好 请你 真 好 听一下正确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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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我继续情愿热烈 明白我继续情愿热烈 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要等这一刻请热闻 对了 吓死我了 我有完整的伞 完整的伞 有点伞吗 哥哥们呀 看看腾哥淡定的样子 哇 腾哥 好大哥 我真的没有被淋到 你们这两个是胡萝卜 给我一个 好吧 下把决定哪下 下把吧 下把绝对拿下 下一首歌依然来自王妃 红豆 可以 红豆可以 匆匆纳年 匆匆纳年 这个可以 快 好难啊这首歌 又不可以啊 不是 好啊 好好好 好 呦 好吗 啊 是 好吗 就好吗 要哭 好吗 好吗 对 来 啊 啊 好吗 我们要互相亏欠 是吗 我们要互相亏欠 这个词 前句是啥去 不知道啊 那这词也不顺呢 它凭啥呀 这什么情感呢 两个人之间 我们要互相亏欠 就是 虐恋 虐恋 好像是 确定了吗 不是 确不确定 就说确不确定 不确定 跟哥说实话 不确定吗 对 不确定修修这个 我们这连电 我们刚才拍这块 走着 我们刚才没有拍 我手还不能放桌子上 休息一下了 快点 你旁边俩玩 现在该浇水了 这样 这题如果答对了 我给你算两分 我们要互相亏欠 我们要是吗 我们要互相亏欠 那就 我们要互相亏欠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请听歌 谁甘心就这样 被刺拔也无欠 我们要互相亏欠 回答出去 我 feh 杰心 路纱 没人没了 这谁 来来来 这怎么崩的那么高啊 我都已经出来了 她还在这儿呢 最后一手了 必须拿下 你这话从刚才就开始说了 我们现在已经吃掉两个水果了 公布一下目前场上的成绩 一号 二号车 两分 三号车 答对一回 答对一回 四号车目前成绩还是零 但我们吃得很饱 好舒服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 仅限一号车 二号车 拿来决本个游戏的第一名 三号车 四号车呢 可以猜一下 谁会赢 如果你们猜的队伍是正确的 就可以免于惩罚 我们还猜这个呀 我们不猜 我们不猜 我们那可不爱猜了 我们爱看 他们谁赢都跟我们没关系 不用猜 谁输了都跟着去 是吧 嗯 我们太可怜了 都不玩了还 都太可怜了 我还不如选腾哥赢呢 行 我这口气哥 行 你选腾哥 我们选下一个那就 好 好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 来自于欣小琪 歌名叫 欣小琪 亲爱的小孩 多么痛的领悟 领悟 我们脸 多么痛的领悟 你就是我的全部 爸爸的 会吗 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 多么痛的领悟 你就是我的全部 你就是我的全部 就因为这么轻轻的枷锁 爱的束缚 任意知足 二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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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为爱受苦 二号车 别再为爱受苦 你这唱完我以为 曾义和新耀奇合作了呢 漂亮 别再为爱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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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句就是说唱 是吗 别再为爱受苦 别再为爱受苦 就是一首感 就是每个歌手 自己的对歌的理解 这有自己风格 我是一个rapper 我是一个风格 别再为爱受苦 回答周全 对 对 漂亮 对 压对了 再见吧 完了 完了 杨迪 准备出发 快点吧 我使用锦囊 压对了 快点给我 哇 正好掉我手里 哇 再见吧 压对了 快 快 来 来 好伞 他们好伞 他弹两米高 跳舞手上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俩抓伞抓的都很好 咱俩抓伞一举来 真是乐观 最乐观的组 这把伞是王牌部落特制的伞 王牌欢乐部落 王牌部落呢 已经在我们的Z世界隆重的上线了 所以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Z世界 去王牌部落好好的逛一逛玩一玩 有机会获得这把Z世界王牌部落的定制雨伞 快去下载Z世界吧 挺好看的 好了 恭喜 最终获胜的是二号车 哇 不同挺讲究的 怕侵权我们都放在自己照片 因为刚刚沙哥在游戏当中使用了 纸冲奶粉不淋雨的特权 那最后呢沙哥为大家冲一杯奶粉 好 这我熟练 熟练 这款优脆有机奶粉呢 可是有机里的高端奶粉啊 对 优脆有机奶粉保留了 生牛乳天然的风味 与丰富的营养价值 而且还添加了小分子蛋白和双重益生菌 呵护宝宝焦嫩的肠胃 是更好吸收的有机奶粉 是的 每一个宝宝呢都是妈妈眼中的小国宝 我们的军乐宝 优脆有机奶粉 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 妥妥的中国妈妈王牌之选 好 我宣布三轮考验下来 最终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 恭喜你们率先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这也是你们回家的传票 那么失败的队伍呢 也不需要气馁 因为接下来我要请上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 他会为你们送上回家的传票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纪录片《盛世修典》总导演王伟平老师 国宝纪录片《盛世修典》 《盛世修典》这个片名呢 其实是一个展览的名字 讲的是我们浙加大学 有一个叫做《中国历代绘画大戏》 这么一个团队 花了整整17年的时间 收集了海内外260多家文博机构的 12000多幅国宝级绘画 用高清的数码相机或者是底片 把它古画拍摄下来 然后用非常现代化的高科系的手段 把它印刷出来集结成册 我们现在从先秦汉唐一直到清朝 跨越了1500多年的历史 这个书堆起来有四层楼这么高 想问问王老师 在你做这个数字画汇聚的过程当中 难度最大的是哪幅画 有一幅画叫做《女史真图》 这幅画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 那么原作已经易失了 现在在大英博物馆的是唐摩本 我们当时从2006年的时候 就跟大英博物馆来谈判 要这幅画的数字画回归 那么到了2009年的时候 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大英博物馆给我们提供了数据文件 但是非常遗憾 就是当时拍摄的时候 可能对于它的细节等等 就拍摄的不是特别清晰 这样的话呢 就为我们大戏的后期工作 就增加了难度了 所以我们就是拿到了这个画以后 就后期的修复 花了很长时间 然后18年的时候 就是在《先秦汉唐卷》里面 已经出版了《女史真图》的主体部分 出版完了以后 又发现 就是这幅画的卷尾周一贵的那个十足图 没有被收录 就原作是12幅画 因为外国人也不懂中国的卷轴画 然后就把它分开装表了 分成了九段 那么为了使这幅画能够就是首尾相连 我们就是又花了几年的时间 来进行周一贵的这幅清代绘画的收录 所以这幅画首尾相连 是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一幅画的回归 就要花十年的时间 那这一万两千多幅作品 得花多少的功夫 了不起 了不起 感谢王老师 谢谢 这是全世界人的财富 对我们创作者来说 最鼓舞人心的就是说 我去看画展 我没看明白 看不懂 但是看了纪录片之后 再去看画展 就明白了 因为我们纪录片 就是把这个绘画的命运 和中国国家的命运的变天 交织在一起了 我们国家累弱的时候 这些画流出去了 然后现在国家强盛了 用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就是 国宝回归吗 那么我们的愿景就是希望 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国宝绘画真的是能够实体回归 在中国大团圆 盛世修典大家也可以登陆我们的Z世界 更近距离地去感受国宝的魅力 再次感谢王老师的到来 谢谢 面前的宝箱里面装着大家回家的船票 同时也是各位的身份的证明 上面记录着你们的名字 你们的来历和当年真实的用途 所以我相信拿到了身份证明之后 你们会更加想念家的感觉 回家的路虽然遥远 但是家一直在等着你们 接下来我们就向所有人宣读一下 我以冰铁锻造而成 锋利异常 历代帝王都对我爱不释手 我更是代表了中国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平 堪称古代剑中第一把 战乱中我被掠夺走 虽然剑身在海外 但剑魂仍在祖国 我的名字是大鸣永乐剑 我诞生于今末原初 周深的金色文饰精美滑贵 忠心玉雕栩栩如生 那些把我掳走的人 以为我是刻着鹅和猎鹰的牌匾 其实我是龟中女子 用作梳妆的金茜玉手持镜 我流着泪 盼望着有一天 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度 家人们 快接我回去吧 我是明代宣德皇帝的酷爱之物 千百工匠日夜不停 才制作成型 我在清末不知所终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 才和唯一的兄弟重现人间 只是我在英国 他在瑞士 如今白手相心静 万里归沉在梦中 我是明宣德锦泰兰龙文大盖棺 我的表面刻有四条龙 他们在莲花与牡丹之间 穿行喜喜 栩栩如生 正因如此 我被古代帝王所珍爱 是祥瑞的象征 那些粗暴的人为了抢走我 残忍将我切割成二十段 离家百年 相仇令我魂牵梦赢 但我相信归家一定有期 我不叫二十块龙文砖 我的名字是明代龙文琉璃 我和姐姐出生于 元朝治政年间的景德镇 因为我们的存在 最早证实了原青花的存在 所以也被誉为原青花祖平 民国年间 我俩被辗转倒卖流落他乡 可我心中始终流淌着中国的血液 我不叫大维德花瓶 我的名字叫智政行 原青花云龙文大瓶 一位工艺精湛的铸剑大师 耗费十数年才锻造出我 我象征着皇权 被历朝历代的君王所珍藏 两千年历经风雨 健身依旧不服 因为我的肉体 浸润着中国工匠的智慧与匠心 千年时光未曾伤我分毫 他日归家也必将势不可挡 我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完整的 漢代雷俱剑 我顶着蘑菇头 被带到距离 离故乡一万多公里的衣果 在那里他们叫我拼 是别针 是钉子的意思 我相信真质雕刻的文样 在那里的人 认为是卷曲的猫 却他们不知道 我的花样在商周 就已经出现了 我叫赤龙文 我好想回家 只因为我要回家 我的家人才知道 我真正的名字叫白玉雕 赤龙文 赞 我原是乾隆皇宫御用珍品 精美绝伦 尽显宫廷奢华 而今却离家已有百年 这些年 我常常做同一个梦 梦里脚下的仙鹤真的可以飞翔 他们载上我 一起回到故土 夜色难免黑凉 但我相信 前行必有曙光 我的名字是 清代三贺族 朝官儿 掐丝发郎熏路 我身上的金银文是高贵华丽 精美至极 使用的掐金银工艺 更是我国独有 而我本身 更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孤品 我有一个霸气的名字 掐金银 冲一呼 我出生于新石器时代 虽然我现在流落海外 但我相信 终有一天 我会风风光光 堂堂正正地回家 我是 玉面神 仁孝 我和我的兄弟们 原是圆明园的同志水利暴石中 正午时分 我们十二个会同时喷水 以水暴石 闻名世界 一百多年了 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 我家乡的七个兄弟 一直在等我回家 我是至今下落不明的 五尊兽兽 我们的全名是 圆明园十二生肖 授授同向 现在依然有非常多的珍贵的文物流落在海外 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 在国外我们可能只是一个编号 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堂堂正正的 属于自己的美轮美奂的名字 各位我们的航程也要开启了 登船吧 回家 起航了 恭喜各位国宝踏上了回家的路 好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很多海外珍贵文物通过各种渠道 回到了国内 有来自其他国家主动的归还 有来自华人华侨的努力以及捐献 当然也有现在很多国内的专业人士 通过数字的方式将他们请回了国内 回家的路或许很漫长 还需要等待 但我知道那永远是我内心家的方向 我们等着国宝回来 今天曹宝平导演要公布 新电影打出愤怒的牌 男主演的任选 刚刚得到的消息 曹导的这部悬疑电影的剧本是千 什么 啥 谁偷的 起身往这个方向走是去拿箱子 拿箱子 一定是你们两个人其中一个 晃了啊 老了 谁 那就带着你的冰冷去找你的师哥吧 去 回去 这太精彩了 接下来 一离一的较量 每一位观众 你们支持的队伍胜利与否 关系到你们能不能继续留在录制现场 选黄渤 一离一 高低高低过来一个好不好 腾哥 无情的客观神经济 哇好快好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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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3 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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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亲切 那其实涛姐在我们节目中也做客过之前 而且之前就特别的有意思 就刘涛笑晕在王牌这个词条 我这个人笑脸也比较低 而且我就不太 就是老是搞不懂游戏规则吧 但是确实挺好的 你后来看播出有没有get到 为什么大家在台上就是 反复的说 难道那个小燕子不穿衣服吗 小燕子穿花衣 等一下 我稍后也有小燕子 不是小燕子为什么能穿衣服呀 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 但我认为我也没有说错呀 那确实是 我们接下来是一个欢乐二选一 对 让你自己来选 就是更喜欢的一套造型 好不好 来 二选一 实话说这个没有什么造型 这个装度基本就是没有怎么化 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这是02年 这两个都是02年 这两个都是02年 就21年前的我 哇 造型的话 那当然还是这个造型 更加的精心一点 对对对对 因为它保打妆啊什么的 你继续二选一 继续啊 可以这样的啊 那这个造型其实 这张照片来讲 它不太有造型感 哦 但是你要说 我觉得可能 那当然白娘子是我自己 一个演绎生涯里面 第一次担当大女主 而且大家那么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 应该是 那个时候是央视的 要经典的戏 所以我觉得分量来讲 那当然是白娘子 好 白娘子留下了 好 接下来继续二选一哦 五湖 就是今天这个了 我觉得不同时期的经典 我已经不会选了 那都先放一放 我们再看下来的图 那这两张 你必须选一张 哇 也都很好看的 它是一个所谓的 也是神话剧吧 神话剧的 但是我其实是 去帮忙客串的写 我人生唯一带美童 就是这部戏 因为它要 要有蓝色的眼睛 很玲珑的感觉 所有的一些 狐仙的姐姐 美是很美的 但是那当然米叔还是很经典的 还是米叔啊 我觉得对它感情更深 好 最终留下的是这三张 其实就是 不会选了 不会选了 那都留下吧 我要选了 好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挑战 象形字挑战 辨别给出的象形文字 是哪个现代汉字 答对三题 极为挑战成功 第一个 这个 这个有点像一个口吧 是不是 对吗 口和牙齿 好 像个嘴巴 最好的 这是两个人 好像就是耶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在打架 或者就是 豆欧 豆子 形象上 厉害厉害 就是像有叉子断了 是下雨吗 有点像 是吧 因为它在窗 在那个里没有窗 不知道 那就下雨吧 下雨 雨 我愿意 对吗 对了 对了 好 我们现在也对三个了 接下来这个加分题了 很像个人的感觉有没有 但是 对 人的身 这个有点难 这不知道 这个 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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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手吗 手对不对 不是吗 我们再猜猜 这是什么 一巴掌 巴掌 头下 我说头下 黄 最有权力的人 权力的感觉 那蛮厉害的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挑战 就测一下你的这个网速如何 5G梗 或者说现在的 梗不行 梗我就是给我看了 我也理解不了 就 就有什么好笑的 或者为什么要这么想 没事 今天给你提供一些素材 好 好 第一个词 简单吧 这个花好月圆嘛 哎 嗯 越下 花钱越下 哎呦 厉害嘛 越瞎嘛 是的 这是什么 是 口是心非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个是个飘香 这是什么颜色 金 金 桂飘香 哎 是的 是的 黑眼 马 马 马什么 马 马 马 飞燕 山门 是 哇 你好厉害啊 这个是吗 一个山 一个门 你很厉害 这个上 这个是什么 这是 桃 还是心 这是梅姐 梅 起 上梅梢 哎 厉害 这个简单的 雪桌 是 那什么 不是 雪桌 你刚刚说出了正确答案的 我们解读一下 这松树 哦 真碳 对 雪真送碳 哦 在目前为止还是全对 灯 珠 上 手 你经常演的 别人的 啊 手 哦 掌上明珠 哇 哎呦 完全难不倒 哎 我们有加工体 好 期待你们有精彩的表现 谢谢 玩得开心 谢谢 谢谢 超姐 谢谢 下个见 谢谢 还有两位是外国友人啊 来我们请上这一轮的两位外国友人 哎哎哎别叫别叫 谢谢 哎呀 你看一看就是经验丰富韩冰 你介绍一下自己 他就不用了 刚刚太熟了大家 哦 是啊 啊 哈喽大家 我叫田舍 我是刚果军的王子 谢谢大家 王子 是的 王子来跟我们干这活 好 谢谢 希望你玩得开心好吗 来二位姐 来为杨迪播放视频片段 啊 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神额跟你们相处 可换来的确实输远 不装了 我是亿万富翁 我摊牌了 好难啊 这个好难啊 这太难了 I pay to get along with your guys as 啊 咋多吗 这个 哈哈哈 从这开始算了 亿万富翁 I have 我就改成 I have s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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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哈哈哈 哈哈哈 开牌了 reverse reverse 啊 啊 从第一棒 从第一棒就崩牌了 I open poker 哈哈哈 开牌是吗 I open poker 哈哈哈 来啊 传递开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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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ore hiding I have so many many money so many many money no more hiding I have many many money I open poker open poker okay okay oh what 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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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ore open po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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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没问题 okay okay 他真的知道open poker 啥意思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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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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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I have I hav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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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open poker okay open poker okay I hav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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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okay what okay thank you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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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ello 好 放心吧 我英文很好 用很好 我有很多钱 我没有钱 直接没钱了 你没有钱 调整一下你的口音 我有很多钱 但开门 没问题 开门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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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多钱 但开门 不可以 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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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宝哥大概是哪个角色 他说 我有很多很多钱 对 老有钱了 是什么角色 又有钱又可以的 应该是腾哥一部戏吧 什么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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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戏手部 真的 能太失败 没错 我都以为废了 他说的是 没有 open pocket pocket 我就说你说的那个 OK 王子 王子说什么都对 最重要的是 他跟我说的 上来就说 我英语非常好 他英语是非常好 但是他口音非常重 哪里 我没有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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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众无比 可以可以 也拿分了 也拿分了 两队互换一下 来 耳机都戴上了 好 来 小宋请看片段 别挣扎了 你生来就是魔王 这是命中注定 是你个鸟鸟鸟 你有我不有天 哇 这个好难啊 哦 这句 其实这句 翻译好了还是可以 那这种 其实简化比较好 我就简化了 我刚才manymanymany 就是 带着表演 传递开始 给你 你 给你 这些 天使 你 前面说一大碗没用的 你把最后一句 我觉得最后一句 我这样就不喜欢 是不是 赶紧 最后最关键 前面说一大碗没用的 你把最后一句 我觉得最后一句 這句能突出決策 重要 我就是我的運動 好 對 這句很重要 你好 嗨 所以 停操作 停操作什麼 操作 寶哥 他們在說什麼 我對不起 乾脆被聽到 NAY 太複雜了 搞得 停操作 停操作 你穿魔術 你穿魔術 魔術 魔術 你知道魔術嗎 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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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引擎人才會見 對 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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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了 我天哪 英文 英語課 這是個英語課呀 嗯 When you born When you born in the demon in the demon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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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停搗争 什么 停搗争 停搗争 在魔鬼里 在魔鬼里 魔鬼里 魔鬼里 对 快点吧 关门 关门 有多少信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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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小松再给你演一遍 好 小松再给你来一遍 呃 我最重要的一句吧 好 i'm the master of my destiny 我的命 我命 是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哈哈 啊 啊 是吗 对啊 角色是 哪吒 哎 中间都传 传成钻石了 你说花花怎么猜得出来 是不是啊 这个不能给分 但是表演还可以 表演还可以 来 本轮混合组啊 音后姐 小音姐 你们两个人是最后抢答 因为你们是两个队啊 好 请戴上耳机 啊 啊 啊 这个其实挺好演的 感觉 是吗 你别大话说的前头 我跟你说 啊 啊 传递开始 啊 啊 啊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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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怎么办 现身 哇 减肥 哇 厉害 好 面壁思过 头睡觉 两个字 起床 发现了一个 我鞋子 哈哈 我鞋 哈哈 这么这么重吗 嗯 可不能再解说啊 淘姐 我假牙 牙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呀 好恐怖 哎呀 真是 哎呀 好 靠姐嘴上好多碎词啊 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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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碎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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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思索思索吗 哥 假的字 哈哈 哈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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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早上起来 看姿势也胖了 然后你看 运动减肥 两字 变美 健身 瘦了 赢了 答案是可以抢答的 两个字 两个字 减肥 回答就去 最后那个 然后这个成功 对 一受高兴了 对 受了成功 我们恭喜 英侯姐帮队 队伍拿到一分 来 欢迎俊佳 做个我们的节目 欢迎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中国香港演员红俊佳 很开心来到王牌 其实我天天看的 我的广东话 和我的普通话 那么好呢 东北话 今天是第一个 最后的节目 对不对 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反应得要非常的快 非常快 我自问的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来到这 显得我 聪明的孩子 可能也不是孩子 有这么高的孩子吗 那说回来 今天我们有个主题啊 就是跟传统文化和国宝有关 对不对 对 对于这样一个主题 有什么想分享 我觉得特别好 这么多的文物 如果在我们自己国家 是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对吧 有一个叫女士生徒 对 这些英国人呢 他试图去修复它 但是又不得其法 终于找了一位我们中国人 第一个女修复师去 好好认真对待我们这幅国宝 那这种古事呢 我听到是觉得很唏嘘 对吧 我们这样国家的瑰宝 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我觉得录这期节目 给到更多年轻的群体 除了说王牌对王牌 那种轻松愉快 更多其实这个利益 我觉得是非常好 是的 演出了我们的这个题 落叶归根嘛 是落叶归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些 小考验 看图识字 辨别给出的象形文字 是哪个现代汉字 两分钟内全部都答对 极为挑战成功 好好好 如果不能完成这个的话呢 会有一个小挑战 小惩罚等而已 好 来接下来计时开始 牛 牛 对吧 下一个 兔子 山里我 原来 这个很简单 鼓 这个有点难其实 品 不对啊 山里我 就是品 对 我发现 假口红是品 像倒过来啊 对 这个其实 这个如果倒过来是妙 妙语那个妙 我没有拿反我确定 给点提示了这个是有点难 右边可能是代表一种 power 我 有力量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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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咱俩都是她 男 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要是要要这样活的 男生现在是一个例子 对 有力量感 这个有点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对 这也是个大 人 人的形状是对的 它可能是一种动作 跑 奔 跳 走 时间已经到了 没关系我们拍完 应该是今天成绩最好的嘉宾了 这个 这个 三个人啊 一个大人两个小孩 是吗 抱 重吗 加吗 哦 就 哦对吧 加 加 一个大人的 就是加脸 对对对 这个 这个 傻瓜 就是我 我们自己在那升华 那天结果是夹住的 那他确实也是夹住他了 对 也是夹住 这个 这个是什么 什么 什么 脸吗 两个 两个是脸 有提示吗 哦 啊 伤 伤 伤潮内伤 对吧 马吃什么 是 人 人 决定的 你是我最勇敢的儿子 我最勇敢的儿子 啊 这是 王 用的被子 对 王用的被子 哦 这是什么 嗯 这个 是什么状态 是 你 你 最 远一点看 看到一只鸡 熟了 你看 你看那个鸡 然后 看到一只鸡 鸡 头大 烫 烫 哎有点接近了 热 滚 滚 滚 哇 你就是半两小时前的我自己 温啊 温啊 温 anyway 这个最后一个 哎呦 感觉猜不中 有点对不起 智商 嗯 这个是一个动词还是 这是一个名词 头 头 发 头发 头发 脸 你往上看 去一头 三尺有神明 哈哈哈 灯啊 这个是灯啊 古代有灯 星星 古代那灯啊 太难了 很有意思了 甲骨文啊 是 好 所以你的你的惩罚是 你要把上面的这三个字 用一句话 合乎逻辑的说出来 哎呦喂 航海 无聊 沈腾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沈腾老师去航海 感觉很无聊 想起一句话叫 青春没有售价 我在海里不上不下 哇 很会 真的很会 真的吗 都无聊 哈哈哈 好 那今天 有一些想说的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这一期节目的利益我特别的喜欢 包括我们刚刚认这些象形文字 是的 我们作为中国人 自以为的自己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就连这些象形文字 我们认的都不那么全 其实这个人文的东西 它并没有那么无聊 看历史也好 看文物也不大 就是看故事 嗯 故事永远都没有变 变得只是时代 人也没有变 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多去关注这些文物 背后的故事 嗯 谢谢大家 好 真的感谢俊杰和我们的节目 对 让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 好 谢谢你 下次见 下次见 我们精彩的聊天和小游戏 是不是还没有看够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